好 卫生问题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公共安全的问题 在台北市的黄金地段 任埃路有这么一户名宅 那么最近正在这个施工 他把这个内外打通 结构外墙打掉了 还把防火像干脆封死 变成了他家的这个坪树 这已经涉及到违禁了 同时也因为结构的改变 出现了异常军烈的状况 过去这一年多来 大楼的住户说 他们住的心惊胆跳 求助于市府相关单位 本来说好的去年12月10号要拆除 但到现在并没有拆 而曾经有议员来会看过 因此附近住户立额怀疑 中间可能有政治力介入 台北市仁爱路镜像 还和领和报发行人王孝兰当邻居 虽然是屋龄超过20年的老公寓 照样地段好 房价高 一楼住户大手笔 准备翻修老屋 钢古深色建材 走的还是现代极简风 但动工一年多来 却让楼上住户 仍仍憨酷 他把前面跟后面的结构墙 他整个都拆掉了 变成他室内的空间了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很大的违建 原来一楼屋主为了打通室内室外 居然把大楼结构外墙 拆光光 向外推 比较对面露天阳台 屋顶用透明玻璃 直接封死 全变成室内瓶树 前阳台 后防火像 都这么盖 我们的楼梯间 都已经开始有裂痕了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如果万一有什么地震 或什么灾害来的时候 如果大楼垮了 是不是他们一楼会负责 看得到的违建 已经够气人 更可怕的是 一楼拆掉外墙 导致楼梯间 到处斗失裂痕 证明房屋结构 全被破坏 楼上住户 气得像是否兼具 上网去查询的时候 什么要议员要协调 那议员讲 就可以把公权力给丧失掉了 去年到五月 起码贴了三次 强制拆除通知单 最后一次日期 压在12月10号 但年都跨完了 一楼还是每天悄悄打打 照样动工 是否解释 已经对一楼屋主下 最后通牒 如果无法提出 就有违建证明 最慢一月底一定拆 不过邻居却还透露 曾遭莫名恶作剧 怀疑跟装修纠纷有关 现在不论楼下的拆不拆 楼上的每天生活 都还是得提心吊胆 中心有刘建王政 台北采访不到